我們其實可以用彈性碰撞來解釋它 那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情況就是兩顆球就好 那我們用各位比較熟悉的網球和籃球 這個網球和籃球 這個籃球我們叫它 大M 然後網球叫它小M 那假如說他們從一個高度 我們先把它看成 不要考慮它的直徑 我們先簡化問題 你要考慮它的直徑也可以 那是比較深入的問題 那我們先簡化 簡化成兩個點就好了 這個是在167頁 167頁 簡化成兩個點 簡化成兩個點 這樣子 然後 如果我們讓它從一個高度這樣掉下來 高度H 這樣 就比如說 我們知道說這兩個落地前 應該速度都會一樣 因為輕的重的 先不要考慮空氣阻力 那落地的前一刻 速度都一樣 那就是 這一個的速度 會是根號2GH 然後我們是根號2GH 然後我們是把他看成兩個都看成一個點 所以1號的速度也是一樣 也是根號2GH 這個是1號 這個是1號 也就是網球的速度 然後他 我們是把他看成點 所以他們兩個點可以視為幾乎重點 然後掉下去 掉到地板之前 速度都是根號2GH 這怎麼算的 你可以用 等加速度運動公式 第三條 V0平方加 2GH 等於V平方 然後從靜止狀態落下 所以這個 墨速度是根號2GH 然後重點是 這個籃球去撞地球 撞地板 撞地板以後 根據我們前面說的彈性碰撞 如果也是 很輕的同學去撞很重的同學 那很重的同學他幾乎不會動 但很輕的同學會 原地反彈 就像我去撞黑板 那我會原地反彈 所以他會變成是這樣子 他變成是 他和地板碰撞以後 這裡有一個地板 然後他和地板碰撞以後 這顆球變成向上 本來他們兩個都向下 這一顆撞了地板以後 他反彈 然後這一顆 速度還是一樣 這樣 撞下去 就是籃球先反彈 然後 往球再跟籃球撞 這時候呢 他的一個物體質量是m 一個物體質量是m 他是 2號他是1號 那我們想要知道1號 那我們想要知道1號在他們再撞完之後的速度 你就帶那個彈性碰撞的公式 那我們以向上為正 向上為正 那這個速度就是負 這個速度就是正 要向上 要向下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要帶公式 然後你要知道1號後來的速度 所以就是 是v prime 就會等於 太擠了一點 太擠了一點 v1 再加 n1加n2 2n2 v2 然後 n1 就是小m n2就是大m 所以 然後v1 v1就是向下的 跟號的GH 那v2就是向上的跟號的GH 所以 這一個式子呢 就可以寫為是 底下就是小 n大m一起 上面的話是小m 減大m 可是v1是向下的 根號2GH 所以是負的 根號2GH 然後後面這一下 再加上 底下也是 小m和大m一起 上面是兩倍的 n2 兩倍n2就是兩倍大m 所以兩倍大m 然後v2 v2是跟號的GH 好那這兩個加起來 分子 分母都一樣 上面是m-m 然後 這個負和這個負就約掉了 就變正 然後正的再加2 所以變3 所以它最後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它最後會變成這樣子 m加m 然後3m-m 然後 根號2GH 這樣 那最後一步就是 當 這個兩個物體 質量很懸殊的時候 就是籃球和網球 他們還沒有差很多啦 但是 假如是籃球和乒乓球 那差的比較多 那你這時候 這個100萬 這個60公斤 300萬 減60公斤 那這個減60公斤或加60公斤就可以忽略 那結果就會變成是 就會變成是 m 分之3m 然後根號的 2GH 那結果這兩個m又消掉 所以最後變成 3倍的 根號2GH 變成3倍的速度喔 就是說那個 這兩個 撞下去以後 上面的這個 噴出去的速度 比它下來的速度 那個大小 差3倍 就是它下來是 根號2GH 反彈回去的時候是 3倍的 根號2GH 那前面又說 v平方 等於2GH 對不對 v平方等於2GH 那以這個v 變3倍 這個h 就要變9倍 所以你如果是這邊是 變3倍嘛 那平方掉了 所以這裡就要變9倍 那如果你是從 10公尺的地方 球這樣掉下來 兩顆球這樣疊起來 要10公尺高這樣掉到地板上 噴上去的那顆 就乘上9倍 90公尺 它沒有辦法真的那麼高啦 因為有 它並不是 完美的彈性碰撞 而且 它質量也不是說 就真的那麼懸殊 然後 還有空氣阻力 所以它其實不會說真的 飛到90公尺 可是你剛剛也看到那個影片 它其實可以飛蠻高的 以後各位有機會可以自己玩玩看 很有趣 所以 請問一下